好 王秉中這個案子繼續發燒 媒體今天報了說什麼 北檢在活案頂的電腦裡 查到了星火小組一個新德的記事 另外林明正的帳戶裡面 有每隔一大都2萬5 經常的這個費用進去 這個周鴻旭報告裡面不是說 每隔一要給2萬5嗎 這個錢是穩合的 更驚爆的是今天報出什麼 說北檢查過到王秉中 那個私人手套裡面 上面寫了什麼 黨政局今年500萬 下修到350 調查局現在把王秉中 整個帳戶開始在比對 在查說到底有沒有一些錢 是從國台辦進來援助他的 另外呢 王秉中告了媒體 可是他就沒有告在我們現場 這個周遇寇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等一下問一下遇寇的這個意見 另外新新聞今天驚爆說什麼 國民動為了避免三中案 會衝擊到今年這個大選 他們已經定調了 要全力聲援馬英九 而且呢 完成初步兵推啊 要怎麼幫馬英九 第一個 說特徵組之前已經牽結掉了 而且啊 不是馬英九一個人做決定 是中常會集體做決定 這個辦法去幫馬英九解他嗎 另外馬英九今天動作也非常大 他快點說什麼啊 中國最近在大挖我們的人才對不對 他高興的要命啊 而且要感謝中國幫我們解決 這個失業的問題 欸 當過總統八年的馬英九 為什麼會這樣講啊 他最近動作這麼大 對他司法真的會有幫助嗎 我們請先幫他追蹤一下 好 我們出席營來看到了 大家真的嚇了好大一跳 難不成新黨青年軍真的是共諜嗎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其實延續昨天的節目討論了 主要是因為調查局查扣了這陸生 周紅旭的隨身碟就發現啊 這些三組資料復原之後 裡頭有什麼新火替計畫 還有燎原企劃案 而且還發現了一個新火秘密小組 成員有誰啊 有王秉中 黎明正 還有侯漢亭 而整個計畫目標呢 就是要滲透台灣的軍方來發展組織 周紅旭的報告當中還寫到說 他每個月都會提供這新火秘密小組的成員 每個人是2.5萬塊的經費 而且當中還找到了一份 王秉中要加入共產黨的志願書耶 哇 難不成新黨青年軍真的跟共諜是有關心嗎 但是你會發現喔 真的這個部分呢 三個人全盤否認 通通否認 但巧合就來啦 世界上只有這麼巧的事情嗎 主要是因為呢 靈明正每個月居然就會存一筆 2.5萬塊錢進自己的賬戶 時間是長達一年耶 這2.5萬不就跟周紅旭講的2.5萬好像有符合嗎 而巧合第二點呢就是傳出來說 這侯漢亭的電腦當中把檔案還原 就發現裡頭有思想與工作匯報 就是他的閱讀共產主義的讀書心得 而另外呢也有新火小組的心得計士 裡頭講到了組織發展規劃 也跟周紅旭的報告是高度吻合的 更不要忘記囉 其實這是北檢的起訴書當中表示啊 侯漢亭呢是有物色的軍艦 以及服務役單位還有身份背景 而且還交出了一個人的資料 而另外靈明正呢 這是以書面方式提供了5個人的資料 那麼其實國防部在昨天也證實啦 的確有4名現役軍人 2名退役軍人是有接受調查的 但你會發現了其實在青年軍當中 喊冤喊的最大聲是誰 不就是我們的秉中嗎 他昨天還去提告欸 一直強調他沒有參與秘密小組 也沒有聽過什麼新火梯計畫 但在今天又傳出來了 說其實檢方還原了這網柄中的手機 就發現去年7月份 他用手機的記事本就寫了一個 旭案因應策略 裡頭講到了旭翻供不認罪 這個旭是誰呢 其實講的就是周鴻旭 長遠大局是好事 保留了政治受害的清白形象 閃不了關押這種犧牲是不能白費的 應該要製造語言壓力 來凸顯綠色恐怖來升高兩岸對立 而且還有所謂的戰略目標喔 就是要塑造旭成為政治的受難者形象 而小組應該要被動回憶 不以主動出擊 否則會失出無名 甚至還進一步表示說 他們試圖是要透過律師 來跟旭來進行傳話的 而另外呢 其實也搜出了網柄中的私人手札 裡頭這句話真的蠻敏感的 寫到黨政局呢 在今年500萬要下修來到350萬 欸這是在講錢嗎 所以現在也傳出來了 檢方要進一步來查金流啦 因為包括到目前為止 這些錢到底是什麼 一下說是稿費 一下說校清費 有沒有可能也是國台辦的援助呢 更不要忘記喔 其實從周鴻旭的隨身年當中 你會發現 欸他記錄說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錢啊 但一講到錢 一切都是這文革式的政治鬥爭 我們就來聽聽看 王炳中是如何喊原 北檢的這份新聞稿當中 他所列出來的這些寒沙攝影的 把我們作為證人 可是卻講得好像我們是被告一樣 這份新聞稿從頭到尾 就是周鴻旭他的電腦裡面 他們說是還原出來的資料 沒有任何一個這樣的鐵證 從我們身上 從我們的證詞當中 來搜出來 和周鴻旭的電腦所講的東西 來兜上的都沒有 哦 文革式的政治鬥爭都已經出來了 他是在抗議什麼 說金流這個事情 今天最重要的是什麼 檢調秘密都在查什麼事情 就省個金流要把它查清楚嘛 那海運到底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錢到現在都不清楚 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 檢方這幾天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把之前查 call的周鴻旭這個電腦 查的資料對不對 他去call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事實 因為有人在講什麼 是不是他自己寫的 是不是小說 編故事對不對 那如果call起來的話 就表示有這個事實啊 所以第一個 侯漢庭的手機裡面 他的手機裡面查到什麼 包括有什麼星火小組的心得記事啊 那林明正為什麼這個錢進來 跟中心裡面寫的也是一樣的啊 那玩秉座的東西就更多了 這到底有沒有call起來 那如果call起來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起訴啊 這個案子 兩件事情很關鍵 將來會不會起訴他們 會不會定罪 兩件事情很關鍵 第一個是他們依照 國家安全法第二條第一款 就是你發展組織 不管是寄稅或是未稅 其實都是違反二之一條的 所以他們有沒有參加組織 有沒有發展組織 那照這個 侯漢庭的電腦裡面講 顯然 別忘了他們三個人 那天都是用證人身分喔 所以如果檢察官問他 你有沒有聽過 星火T計畫或是星火小組 他的回答是沒有的話 那他電腦裡面的 參加星火小組的心得報告 可能偽證罪就會 就會產生喔 三個都是否認啊 對 那可能偽證罪就會產生喔 因為你如果沒聽過 你怎麼會在電腦裡面 會有心得報告呢 那可能偽證罪其實也不輕喔 七年以下喔 所以可能會產生偽證罪的問題喔 我覺得看到這一頓 我覺得檢察官辦這個案子 是還蠻高竿的 故意用證人傳他 他就沒辦法說謊 這是第一個 就是他有沒有參與組織 或者說他有沒有繼續的發展組織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今天最早揭露王秉中的手札 就是這個他的筆記的媒體叫聯合報 他不是自由時報 他今天聯合報要更大費用 他不是自由時報 那所以我想這沒有政治鬥爭的問題 王秉中可能急了 所以沒有看清楚這個媒體的來源 是哪一家報紙 如果說台灣最支持王秉中的 政治意識形態跟他最接近 應該就是聯合報系 所以這絕對不是政治鬥爭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王秉中大概一時比悟啦 其實國台辦底下有八個單位 有一個局叫政黨局 沒有黨政局 那政黨局的 故意寫錯了還是 可能比悟啦 我在想可能比悟啦 那政黨局的業務是什麼 在國台辦的網站裡面 開中民意就寫 政黨局負責對台灣政黨的 交流及研究 這是他政黨局的業務 所以呢 那如果說政黨局 有固定拿錢給王秉中 那我不曉得這個是違反哪一條法律 因為如果照政治獻金法 我們是不能接受 來自中國的任何捐款 那王秉中他也不是候選人 他現在也還沒有到 開立政治獻金戶頭 專戶的時間點 所以顯然這一條 好像政治獻金法 大概他是違違反定了 但是政治獻金法沒有罰則 沒有刑責啦 他沒有刑責啦 好那現在再來看就是說 發展組織 那未稅 因為周鴻旭是未稅被判 一年兩個月 那王秉中的行為 或他們三個人行為 有沒有構成未稅這樣的程度 當然就要看檢察官 能不能給我們更多證據 可是今天曝光的所有的東西 告訴我們一件事 之前王秉中的推託支持 就是像他剛剛講的 說那周鴻旭自己寫的啊 的確是有可能啊 萬一周鴻旭裡面寫說 他下線是陳東豪 難道陳東豪就是共諜嗎 所以別人要去查清楚 當然不是嘛 可是今天提供了 大家一個連結就是錢 我不相信天底下 會有那麼巧的事情 周鴻旭講說2萬5 一個月2萬5 然後林明正的帳戶裡面 每個月2萬5的現金 存到戶頭裡面 你說他要是巧合吧 好吧 就跟火星撞地球一樣 差不多的機率發生 因為你如果是一般 我們上班族知道 你一定有個帳戶是新轉戶頭 那公司每個月固定 把薪水匯到你的帳戶裡面去 即使是薪水的戶頭 都不會每個月數字都一樣 因為天數啊 建老寶 那個可能尾數會不一樣 他每個月固定 用現金存2萬5千塊 那你說這個跟周鴻旭的2萬5 是不是連數字都一模一樣 而且長達一年 剛好一年 對 這個巧合度太高了嘛 但是這樣可不可以定他罪 對不起 周鴻旭他如果不承認 他硬拗 我就是有習慣 每個月固定存2萬5 怎樣 我有強迫症 強迫症犯法嗎 你也沒辦法定他罪啊 因為顯然周鴻旭 是用現金交給林明正嘛 所以這中間就產生斷點 他不會有銀行的 任何的匯款紀錄 所以檢察官必須要更努力 去查更多的證據 但是至少這個2萬5 這件事情他提供了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就是說 周鴻旭跟林明正 王炳中 侯岸廷這三個人 絕對不是只有認識 或是朋友這麼簡單 他們有某種程度 超越朋友之間的這種聯繫 那這個聯繫 有沒有構成共諜組織 這個如果周鴻旭 在一審被定罪的是叫做 發展共諜組織未遂 那好 檢察官你必須要去證明 將來你要跟法院證明 那所謂的發展共諜組織未遂 那他的組織一定有很多人嘛 那王炳中他們三個人 是不是周鴻旭的所謂的 發展共諜組織未遂裡面的 其中的成員 這個部分證據要夠強 那我覺得王炳中最大的問題 或是他最大的弱點就是錢 他的錢永遠講不清楚 而且那個說法是前言不對後語 大家知道嗎 王炳中在中國出的那本書 我昨天聽一個 這個很瞭解中國的朋友說的 他說剛上架的時候 一本定價叫38塊人民幣 大概就180塊台幣 算正常 但是呢上架沒多久 現在已經降價降到30塊了 什麼樣的情況書會降價呢 就促銷嘛賣不好嘛 那好那如果一本賣不好的書 他何德何能可以領稿費 十幾萬人民幣 這個任何對中國出版業有了解 或是在中國出過書的人 都心裡都非常清楚 王炳中這一段話根本在說謊 中國的版這個出版的稿費 或是版稅的行情沒那麼高 除非你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那大概就不止了 以王炳中在中國的知名度 甚至你大家如果有有興趣的話 你去找中國有賣這本書的網站 那底下會有一些讀者的書評 其實是負面多於正面的 大多數都在評論這什麼書啊 這是大多數的意見啊 所以呢 我確定他不可能因為這本書的版稅 或是稿費可以領到十幾萬人民幣 更何況今天自由時報報導是說 他因為當時檢察官約談王炳中 跟他的父親王進步兩個人是隔離證訊 那王進步是有跟檢察官承認 王炳中我交給他一袋美金 請他保管 然後呢 最後不慎遺失了一部分 那也沒有算裡面是多少錢 然後兩萬塊不見了 可是光這個金額就都不容啦 因為王炳中說他領的是人民幣 王進步說他拿的是美金 可是周鴻旭的筆記裡面寫的是美金 那所以周鴻旭跟王進步就連結起來了 但是呢 因為他們的連結一定是透過王炳中嘛 所以你抽絲剝繭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王炳中對於他的戶頭裡面 多出來的這個錢 他是很難交代的 你不要跟我講你拿了人民幣之後 在中國把它換成美金 在中國要換美金是談何容易的事情 那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一個有外匯管制的國家 更何況 我們的入出境的攜帶現金的規定 你不能貸超過兩萬人民幣 請問你十幾萬要怎麼貸回來 你要分五次嗎 就算十萬你都要分五次貸 沒有人會做這麼麻煩的事情 你就直接進到帳戶就好啦 你即使在中國 你沒有中國金融機構帳戶 從中國也可以貨款到台灣 而且我相信王炳中一定有微信帳號 微信就可以付款啦 你就請出版社 直接微信就付款給你就好啦 所以不會那麼麻煩去領現金 所以到目前為止 從所有的證據 跟王炳中個人的說辭 我傾向於比較相信 北檢調查的結果 只是說北檢現在 我不曉得他能不能夠證明 也許他還沒有辦法證明 也許他可以證明 但是他沒有透漏 就你要很很確定的證明 那個金流非常的清楚 這個錢就是國台辦 到王炳中帳戶 或是說這個錢 是周鴻旭跟國台辦領的 然後再透過周鴻旭 到王炳中帳戶 這個金流如果能夠抓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們三個人被起訴 或是定罪的可能性 就會增加很多 來來來問一下易哥 易哥是最早在追追講說有五百萬 先美金匯進來嘛 至少折合台幣是五百萬的嘛 那你現在王炳中說要告你對不對 你回敬他一句話什麼 手機板什麼意思 不知道戲話是不是 你說他被人家當了棋子 可是現在怪什麼 第一個王炳中 為什麼動作會這麼大 你看他第一時間 是先開了記者會先去北檢對不對 後來已經告了三立喔 幹了自由 可是他就怪 那為什麼這麼高調他不告你 這是一個第二個你怎麼看 今天出來你只能講說五百萬對不對 給他最新的新聞喔 北檢從他的手紮裡面 寫了什麼 黨政局今年五百萬下修三百五 你現在是另外一筆五百萬下修到三百五 還是本人那一筆啊 就是說其實他就是不知死活 才要亂告人啊 但是因為王炳中就是一個棋子嘛 就算他們沒有法律制裁 他們在台灣也是人格破產 然後這個道德淪喪啊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 但是台灣也是一個 有一個基本的這個 禮義廉恥的國家啊 那他就算是好啦 台灣人覺得好棒棒喔 賺這種錢 但是你還有價值嗎 你已經被曝光啦 然後國大辦還被你這樣搞得 現在內部還一團亂了耶 現在這次最倒楣的 就是張志軍在離任之前 還要承擔這麼大的一個大烏龍 這個烏龍還扯到政黨局局長 那政黨局在這個 你說他裡面寫黨政局 知道可能是政黨局的 他叫政黨局啦 那可是今天這則消息 我的消息來源告訴我 這是真的耶 今天故意放的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尤其是聯合報寫這個消息的人 叫張宏夜啊 他算非常資深啊 他最大家最驚奇的一則消息 是他那個時候在聯合報 頭版頭條寫張顯耀 射擊共別案 大家記不記得 那所以是他寫的 就他寫的啊 所以他今天寫這則消息 我認為是 我認為啦 因為他們都從北檢的角度來寫 我們通常寫新聞都喜歡這樣子 調查局的東西 摘到北檢頭上 北檢東西摘到調查局身上 那這一次當然是調查局 跟這個國安部跟那個 北檢一起辦案子嘛 這是刻意釋放的消息 刻意釋放的消息 意思就是因為王秉中 他們把這個周鴻旭的這個 總結報告 這個完全否認到底嘛 那他們現在這個 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說 你王秉中還有手紮 你自己還拿了人家這個 政黨局的錢 還說五百萬 下銷到三百五十萬 而且你們還有一些 對應的措施 叫做續案因應策略小組 因為周鴻旭被抓了以後 你們還成立了一個新火 什麼本來是一個新火小組 那你們還有一個新火秘密小組 還討論怎麼去營救周鴻旭 按照今天的這個 所釋放出來的這些消息 在王秉中他們 還透過律師去跟周鴻旭 傳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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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叫周鴻旭呢要翻貢 翻完貢之後還配合說 台灣是一個綠色恐怖 然後這個獨派要打壓統派 那看起來好像按照這個手紮 就是今天所釋放這個消息 王秉中等人的手紮 跟過去的表演是一模一樣的啊 那我又不知道了 如果是記者也扮演這種 幫忙去傳消息的話 那會不會犯罪呢 律師會不會犯罪呢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那這個案子可查性是非常高的啊 這個案子就算是王秉中逃掉 但是我今天有問這個消息來源 他們的消息就是說 他是七月半壓制 那死定了 所以你看五百萬 五百萬這個事情 到目前為止啊 這筆錢你看王秉中啊 他自己講法前後都是不一的 那他跟他八把東西講的話 也扣不起來 所以我們老講現在王秉中 欠我們一個交代喔 這個五百萬以上 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第二個 今天又出現了 最新的是說他的手紮裡面 寫到什麼黨政局 今年五百萬下修三百五 那他說檢調看到這個手紮 接著很敏感 為什麼敏感 因為國台辦下面有一個政黨局 不是黨政局 所以他接著這東西 第一個是敏感 是不是國台辦進來的錢 第二個五百萬又出現了 而且後來又下修三百五十萬 所以調查局做了一個事情 他開始把王秉中的每一個賬 每一個賬戶裡面 每一筆錢靠去對 說哪些錢有可能就是 這所謂的黨政局的五百萬裡面出來的 如果有的話 就是那國台辦的錢啊 所以現在是這樣啊 就是說一個法律問題 一個政治問題 政治上其實 王秉中基本上是破產的 因為他的經理由從來都講不清楚 他現在三種說法 創業說 稿廢說 對 孝親廢說 三兩 他們父子兩個涉案 兩個人而已 兩張嘴 至少三種說法 光是用途就三種說法 所以政治上已經破產 所以他才會亂搞 說告自由時報跟三立 可是你知道他第一時間說的是 他列出來 是八家媒體都亂講他 他的講法是這樣 那為什麼只告兩個 還嗆的準備要告郁寇 那他報導是後面嗎 郁寇姐很早就講了啊 到現在資料都 郁寇姐的話就很簡單 就那一段而已 到現在都還在收集當中 沒辦法告 所以你就很可笑嘛 所以就這個仇角 那是政治上破產了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啦 就是說北檢接下來也好 調查局也好 如果我們碰到很重大的質問 還是必須說清楚 為什麼啊 如果沒有要辦他們 或國安法不成立 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到最後 廣大社會大眾發現 他字案的偵辦牽結不起訴 還是會有政治的反作用力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的說明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啊 真的啊 齊曼你看像現在一般的民眾 看到王秉忠等人的這種作為 大家都會很生氣 可是如果到最後 證實了王秉忠確實有拿錢 可是他竟然都不違法的話 後續會有什麼樣的政治效益 那更不要講了 今天還傳出來王秉忠 不只拿老共的錢 他居然還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好生意啊 我們來看看啊 老共呢光是 花在王秉忠等人身上 就花了多少錢啊 我們來看這些新火成員 月薪兩萬五 然後呢 他們成立一個 這個寮園新聞網的出席呢 就花了二十萬美金啊 而且國台辦的一年 還要補助秉忠等人呢 一個人呢 一千五到一千六百萬的 這個新台幣 然後2017年還規劃了一個 青年打槍隊的參返喔 一年呢 預算是十萬人民幣 而且呢 這個新火T計畫還有獎金喔 如果呢 在這個臉書上 確認帳號的話 給三千 那個粉絲好友按讚 也可以給三千 如果進一步互動交流 給五千 再進一步相識見面的話呢 給一萬 如果接下來呢 還能夠好好談心的話呢 條件成熟的獎金 還高達五萬塊錢啊 那可是王炳中怎麼講呢 王炳中否認啊 他說二零一四年呢 是他把這個文稿費呢 給了大陸文化公司喔 約定稿費十幾萬人民幣 然後一六年出版之後呢 還有每個月 一萬的人民幣的這個版稅喔 可是呢 這個網友就哭手啦 說這個新黨主席 玉木銘太小看這些小朋友 怎麼說王炳中 洪漢亭這些人會是共諜 人家只是小朋友 可是也不想想啊 放尊重一點 什麼小朋友 也要不然可是年收入 一千五百萬元的這個小朋友呢 你看看 現在呢 這個台灣民眾的心態就是這樣 可是我要請教這個奇邁喔 其實我們 好笑一點來看 就會覺得 蛤 老共花這麼多錢 找到的這個共諜水準 原來只有這樣 很多人講說 那台灣可以安心啦 可是你換個角度想 對老共來講 如果覺得這些錢 根本就是很小很小的錢啊 那花在大咖的這些共諜身上 那有可能會花到多少錢 那老共到底為了滲透台灣 在台灣這個部分 到底要花多少錢啊 這個王炳中這幾位啦 人兄在台灣 其實社會都有一定的評價嘛 那中國花那麼多的錢 一年花一千五百多萬 一千六百多萬 再丟在這些人的身上 這個我們台灣話叫做潘娜啦 那做這種 那我們愚蠢的這種動作 其實我看至少我的觀察 到目前為止 恐怕內情沒有那麼單純 我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 他假如真的是替中國做共諜 巴膽組織 然後按照這個起訴書的內容 那北京要求說 那你一千五百萬 你要來北京拿一千五百萬 然後跟國台辦拿 我覺得這個訊息 大概是起訴書的內容 敘述到的部分的這個 這個當時的查括的這個 硬碟裡面的一些資料啦 但是內情應該不是這樣 只是說這個因為領錢 國安部給的錢 絕對不會國安部 那你來我們的情報CIA拿錢 不會嘛 他一定會拿一個其他單位去付錢 所以即便他是 國台辦付錢一千五百萬 但是我相信他做的事情 他的指揮體系 假如說你按照周鴻旭的 這個上海的國安部的 相關的組織來看 他一定是在做情報工作嘛 只是付錢是這個台辦付錢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那種諜報的工作 有來有往啊 我們國安局也有部件啊 我們的情報機關 我們也不是吃素的啊 我們也要對他們 中國大陸了解說 他們的一些狀況啊 他們當然也是無孔不入啊 對不對 你看之前報宅的這個 總統府啊警察大學 調查局都被滲透過啊 這個都被起訴偵破啊 這些相關的共諜組織啊 或羅賢者這個都有啊 外交部我們也被滲透 這個很正常 所以也不用大驚小怪 所以這個那麼綿密的 這個組織 一定是單線領導嘛 所以屬於這個 周鴻旭的系統 包括王秉忠等等 周鴻旭 我看起來大概29歲 30歲左右嘛 所以你這一支可能是 我的判斷啊 因為單線領導 那是比較屬於 可能是青年啊 對台灣青年組織的滲透啊 對一些年輕基層官兵啊 或者是一些退役降臨啊 或者等等這個層級的一些 對於這些收集 然後建立友好關係 當然有一天他到部隊裡頭 他有各種不同的 譬如說領導階層的 這個下面基層官兵 他無孔不入滲透 他擴成整個完整的情報網 所以很顯然的 我的判斷他在做的事情 應該是這個我的猜測啦 這個當然還是要檢調繼續偵辦 他應該是在做這種很綿密的這種 發展組織滲透的這些工作 所以你花了一千五百多萬 不然你花一千萬 弄個網站 然後按讚三千 這個我覺得都是表面的理由啦 表面的付錢的理由啦 我說那你網站按讚 我給你單千 這是復仇勞 就好像我們在講稿費一樣 你寫稿 這寫五十個字 我給你一萬塊 那不成比例嘛 對 所以他其實在做的工作 應該是可能 比如說起訴書內容所提到的 發展什麼什麼什麼 戰時管用啊等等這些 跟他的情報組織 共體組織的滲透 我覺得他是在建立組織的階段 就被我們的自然機關所查獲 因為也有很多我們機靈的 這種外交人員 當他接觸的時候 他就馬上這個舉報周鴻旭 所以陸陸續續往下追查 當然會查到這個王秉中等等相關的這個做法 那其實你看說 其實有時候 治安機關在辦案 手法是非常靈活 但他不會說 這個SOP怎麼辦 這辦案沒有這種一定的既有的方式 我們也常常看到說像這種引蛇出動啊 他沒有他就是告訴你打草金蛇 讓你回去趕快通報啊 趕快去跟周鴻旭 譬如說就去串政啊 你就趕快去聯絡誰 你馬上打電話給誰啊 陸陸續續這些追蹤 所以你看他揭露了這些訊息 其實有人說啊這個違反 這個國家機密保護 怎麼會把一些偵辦的一些內情 洩漏我覺得這個恐怕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你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但是這個是社會矚目安全 你本來就是要適度的告訴民眾說 那你為什麼有你要做什麼 你現在偵辦進度到哪裡嘛 所以我覺得後續應該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我們現在在這裡論斷說 你這樣是不是打草金蛇 這個王秉中就沒事 那我也我也不太 持這樣那麼悲觀的一個看法 我寧願相信說 我們應該給減掉更多的空間 把這些案件全部都把它查清楚 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個他跟誰接觸 他這個對我們治安 或者是我們國家安全那個危害 到什麼程度 應該要減掉更多的空間 要鼓勵我們減掉繼續往下偵辦 對搞不好更大咖 是啊因為你一個29歲 然後這個王秉中大家講說 在台灣也不怎麼樣 那這個到底是誰下令啊 為什麼去北京領錢 那付錢的人是誰 對不對 這到底是誰付錢 那不然你說這種 我也不方便再講 這個會有點情緒 但是你付錢給這個人這種稿費 這種 我不相信中國的情到底是巴拿 你知道他對我們這些台面上 包括齊凱大家綿密的了解 尤其民進黨的政治問題 綿密的了解 你知道連我的岳父 他家兄弟幾個他都知道 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他知道 所以你看他們對於這些研究 對這些情報的這些熟悉 是非常綿密 那假如用這種標準來講 他怎麼會不知道王秉中是什麼呢 他怎麼會不知道呢 他怎麼會不知道說 他們這幾個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都看到 一個服務面上的台面上的一些 在偵辦好像很多 尤其這一個事情 一發生 你知道郭台辦馬上跳出來講嗎 這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就馬上又 講得好像剛好跟今天聯合報所報宅的 這個什麼什麼綠色恐怖啊 什麼什麼統派啊 那麼打壓言論自由啊等等 真的好像按照 蔣男友好像按照王秉中 當時寫的劇本在演出 我再強調一次就是說 這個王秉中他在台灣 他絕對不是 假如你從這個情報組織的 這個這個現在看到的這些內容 他其實不是一個什麼咖 他背後一定有人在下達指令 那有人交錢 有人這個發動整個 包括整個情報組織的建立 所以至少從目前的資料 他看起來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去批評太多 或講太多 恐怕到最後會 不是說刺貝啊不知道死啦 搞不好真的是 這個案件完全查清楚之後 搞不好是假嘴變阿嘴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 …… 拜拜 有可能